这支国股推介就是国药1099 经济日报投资业华早选选原因 国药是中国最大药品 医疗器械及医疗保健产品批发零售商 当中医药分销占总收入72.7% 业务增长主要由于零售药店分销规模增大 大量采购涉及品种获取率上升 国药说去年面对各种不稳定 不确定因素冲击 公司保持经营运行整体稳定 大网负税认为 稳健的基本面和派息比率是国药吸引之处 预计2021-2024年销售额年均复增长率9% 每股盈利增长率8% 中金说国药加大力度布局 在线零售及新业务投入 未来务利率有望继续保持稳定 而国药股价昨日收在22.8日半 股价至去年11月开始延续升浪 可以在22.5日左右收集 上网去年高位大约26元 如果跌穿前浪底20.6元就止蟀